Hello,大家好,我是韭菜玩家阿久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景观 然后猜一下我们今天到的是哪里吧 哦,他走了 乘风破浪的小屁股 骨鱼去 好,有没有猜对的小伙伴 今天阿久来的是嘉绍大桥 然后这里给大家探一个可以抓螃蟹的点 就在大桥下看 已经有很多人在那边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早上过来 潮位还是蛮高的 一般应该是晚上的时候 就潮退下去会比较明显 螃蟹比指甲盖还小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是比较靠近堤坝的地方 有螃蟹但是非常非常小 米粒一样大的 他也知道大排天的出来会被人抓 螃蟹是要等到晚上它才会全部出洞 然后你要打这个手电照它 照了它就不敢动了 耶,阿久全副武装过来了 准备 我的大铲子 准备大盖铲 挖这个 这个,这个你确定不是人挖开的吗 人怎么挖得出来 哈哈哈哈 好硬啊 拿胶 拿胶材 大家记住啊 在这个嘉绍大桥的桥底下 绍兴这一侧我们今天来的是 搜这个桥 然后到这个桥底下就可以了 对,说要把那两块石头去删掉 抓螃蟹 一、二、三 一、二、三 哈哈哈哈 阿久在搞破坏 拿螃蟹动 今天看阿久能不能翻出一只螃蟹来 哇,这里好多人在挖 小朋友多 我可 我可 也是要这种石头下面才会有 都跑到这个这个大石头去 你看阿 看有 真的有 大螃蟹大螃蟹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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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挖了一天 只收 也没有一天 挖了一个小时吧 就收获那么 指甲盖大象的螃蟹 还是要晚上来 晚上应该还是会有大螃蟹的 对,而且晚上凉快一点 对,晚上比较凉快 但是注意涨退潮时间 注意安全大家 好了 这期抓螃蟹之旅就先到这里了 阿久先撤退了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